从停机坪到跑道都停满飞机 形成罕见的暴击景象 但是其实飞机停飞太久 养护以及所有系统毁损的风险将会大增 因此有航空公司就把飞机停放到沙漠 湿度低能够避免机身被水汽轻蚀 好几架美国航空客户机把奥克拉和马州的 土耳沙国际机场停好停满 加州的维克多维尔机场也同样停放 多架西南以及达美航空客机形成壮观机海 而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原本繁忙的东京羽田机场 244个停机位几乎被停满 空牌俯看宛如停了一堆模型飞机 全球机场变成大型停机场 飞机布置停满停机坪 甚至还蔓延到跑道上 这罕见景象全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重创航空业 让原本该是翱翔天际的飞机 如今却像是龙中求鸟 一般航空公司停放飞机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效停放 也就是保持飞机定期养护 维持能随时起飞的状态 但这种方式成本较高 另一种长期停放 飞机引擎会涂上防护油 机身也会被防护涂层覆盖 虽然能省下固定保养成本 但需要较大的停放空间 因此不少美国航空公司 会选择让飞机停放在沙漠中 湿度低能让机身不被水汽侵蚀 新拉坡总理李显龙直言 航空业几乎已死 因为就算飞机不飞 该花的养护成本还是少不了 统计显示 全球航空公司三月至今 已经向银行贷款超过170亿美元 约合台币超过5000亿 疫情肆虐 全球航空业想尽办法长期抗战 度过这场巨大难关 记者综合报